行动不便的老大人如果要外出踏青或者是外出就医呢 免不了要依靠轮椅代步 而对于长期投入老人关怀的花莲 老家协会使用轮椅和相关辅具的需求更是不可少 因此中国美生总会特别吸收朝仲职基金会 28号来到了花莲捐赠10台轮椅 希望可以帮助老家协会照顾到更多的独居长者 中国美生总会从109年开始 陆续捐赠民生物资还有营养品 投入花莲老家协会帮助地方长者 而在几次合作中也看到了机构需求 28号上午特别吸收了朝仲职基金会来到花莲 共同捐赠了10台轮椅给老家协会 这次我们总共是在朝仲职基金会的领导之下 我们总共对老家协会这边捐赠了10台轮椅 那我们跟老家协会这边好像已经是长期性的一个配合 之前我们也有奶粉的捐赠 那这次呢我们是扩大了我们的计划 所以我们这次呢对老家协会 以及花莲的乡亲这边呢 我们捐赠了10台的这个轮椅 希望借由这一个辅具能够让老人家们呢 在外出这个伸展接触的点能够扩大一点 其实朝仲职基金会它不管是在国内国外 台湾各地都有这个捐赠轮椅的这个工作在做 而且是持续进行 那在老家这边呢是因为花莲属于偏乡 那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 没有办法照顾到的边缘的老人 或是弱势族群 那这个都一直是朝仲职基金会现任董事长 曹国贤先生啊 他一直念之在之 希望我们能够协助他解决的事情 花莲老家协会执行长蔡志全也颁发感谢状 肯定中国美生总会还有朝仲职基金会的爱心善举 老家在服务这些弱势的长者 特别他们在这个有时候在行动上的一个这个需要 那特别是轮椅的需求 一些这个经济比较弱势的长辈 老家就来募集这个轮椅 那这一次美生会特别捐赠了10台的这个轮椅 那对我们在这个服务这个弱势长者的这个行动需求的部分 有了很大的帮助 那未来我们还需要一些 像是二手的这个电动车啊 或是轮椅 如果有单位需要要捐赠的话 我们也是这样这方面有个需要 对于长期投入老人关怀的花莲老家协会 使用轮椅和相关辅具需求是必不可少 但在协会现役的轮椅当中却很老旧 老家协会表示 很感谢社会善心能够看见地方需求 这次捐赠的10台轮椅将会分别提供给地方弱势个案 及投入协会的服务 让长者在就医及活动中可以有更安全便捷的辅具使用 卷石力群华联士报道